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接下來9月14號,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獨贏及位置過關 三穿七的,和大家買過關,買回三關了 這次我們買到的打關,就會買這場的第二場 這場第二場是我們的四班草地A難,1200米的賽事 這場馬其實都是特意選來買的 我們選過關來買,所以選一些會爆懶的場合來買 其實你看到這場馬,也有幾匹馬是最近跑得特別厲害的 好像4號的紫雲兵,紫雲兵這匹馬最近跑第一 另外7號的喜進之聲,最近跑第一 甚至是兩個第二 這兩匹馬其實成績非常好 我相信這兩匹馬應該會成為未來這一場的熱碗 甚至是大熱 我相信這兩匹馬做熱碗應該跑不掉 因為這兩匹馬,其實你論他成績,論他最近的狀態 他真的實在太強了 你看看這隻紫雲兵最近跑得如何 這隻馬其實最近跑了一場跑馬草地1200米的四班賽事 儘管他排著11檔,也能夠跑得好 我們很快來看看紫雲兵上場怎樣衝 他這個第一,真的跑得很好 紫雲兵就是這裏的這隻,排了外檔 你看到頭段他被人頂的 頂了出去外面的 四五疊來跑,紫三六母的這隻 之後去到轉彎入直路了 其實這隻馬是西出去的 西到最外疊的那一隻就是他 差不多都十疊的 十疊來跑,但是這隻馬 都能夠以一個後上姿態 很輕鬆地殺上來 其實你能看到這隻馬後的衝勢很好 很輕鬆地殺上來 衝回第一給你看 排列檔兜大外疊,最後都有這樣的成績 所以這隻馬很明顯 跑跑馬底草地1200米四班是厲害的 接下來這一場再跑跑馬底四班草地1200米 這隻馬其實都是說買一個的 所以我相信這隻馬應該會成為熱門的了 三檔配分贏馬拍檔 最近跑得這麼好,很難不熱門 另外一隻喜進之星也是 喜進之星這一匹馬最近成績很好啊 最近贏了馬這隻馬 贏馬還要砌低過未來的同場好幾匹 他最近在7月13日跑跑馬底1200米四班賽事 贏過未來的同場進神 桃花多前鋒的 再上一場,跑第二的一場又砌低前鋒的 之後再上一場了 直接贏了那隻紫雲兵 所以這隻喜進之星 你說他未來的這一場是否有實力 其實你以馬論馬這隻馬肯定是高的 在這一場馬上面 所以我相信這兩匹馬 四號、七號這兩隻馬應該會成為熱門的了 這些這樣的馬 熱門 我覺得他走不掉 真的走不掉 你四檔、三檔、靚檔 整件事是好像贏硬那樣的 因為你對比同場其他馬 同場其他馬的賽職 真的看起來完全不是路的 和這兩隻這麼有實力的馬 最近贏過的馬 對比起來呢 真的差一折 還要這兩隻馬贏過同場 很多匹馬呢 所以真的看起來 其他馬沒得跑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些場合 正正正就是隱藏著不少將會爆爛的馬 在這裏 這些場合 有兩隻好像贏硬那樣的馬的場合上面 正正就是會隱藏著一些爆爛的馬 在這裏 有些馬呢 我覺得今場會爆的了 這裏是哪一隻呢 這次就是一隻 一隻輸過 比這隻 喜晉之星的馬匹 就是這隻9號的 桃花多 為什麼這次我們會買這隻桃花多呢 這隻桃花多其實明明是輸過比喜晉之星的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桃花多 到底之前跑得怎麼樣 這隻桃花多其實上季都跑了很多場 跑來跑去都是跑跑賣草地的 那還要說1200米的四班賽士 那夾一夾買馬都跑了七場 跑七場 但是都沒有贏過 那為什麼我們都會買它呢 原因就是因為 這隻馬是高東里的馬 其實我覺得高東里的馬 經常性就是草草草 突然之間才會來了 才會爆你一場的 那還要來這個賽馬日 是開季的第一個 菊草賽馬日 那我覺得高東里的馬 其實有機會爆的 而這隻桃花多 我覺得就是有爆冷的可能性 因為你看回這隻桃花多上場怎麼跑 看看它為什麼跑過第七 桃花多就是這裏的 粉紅色衣服 白色沒有的 那這場都是流後來跑的 你看得到 流到最後的 那流到最後的這隻 就是桃花多 那你看看它這場怎麼跑 用星仔騎 星仔騎其實沿途都是說流後 去到轉彎的時候 它是故意篩出去的 那隻馬 篩到老遠來跑的 又是 這樣來發揮 那之後你看看它 基本上 篩到跟其餘那些馬 都幾個馬位距離 幾個馬位開外的 那之後才說 來到去衝 差不多都十疊 十幾疊來到去衝 那最後就說 衝不及了 那麼 跑回第七名回來的 那麼 你看得到 它那幾步其實都叫做有點小的 是純粹 它繞過大外蝶這樣來跑 搞到這隻馬衝不到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隻桃花多 上場輸 是純粹輸過跑法的 這隻馬留得太厚 那大外蝶轉回來才說輸 但是實際上這隻馬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的呢 是不是真的說 跑不動的呢 那麼事實上 我覺得不是的 那麼因為你看看這隻馬 之前的成績 其實這隻馬 曾經試過兩次跑 這個跑馬里草里 1200米的四班賽事 是跑第二第三的 這隻馬曾經試過 是說跑第二第三的 即是說這隻馬呢 其實跑谷草1200米四班 都是說不錯的 那還要當時 這隻馬呢 就是說平著52分 來跑的 平著52分 都能夠有這樣的成績 接下來平著44 那你計算了 52和44 相差都8分的了 相差8分 低了8分 其實來的這一場 是說更加好處 那應該是說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表現 比起他之前第二第三 有一個更好的表現 而你又再留意這兩場 為什麼 無緣無緣無緣 他跑得特別好呢 原因就是因為這隻馬呢 當時就是跟得前一點的 在五六位來跑的 而不是最近那些 包尾的跑法 第十一第十二這樣跑 所以這隻馬呢 當時就是說跑得好很多了 跟前的話 這隻馬就跑得好很多了 那真的呀 這隻馬其實擺頭走 這隻馬其實真的 你跟前一點 有一點點 如果有一點點 如果有一點點 跑法變一變的話 他的成績可以很不同的 甚至說你再看之前的試襲 其實這隻馬 其實這隻馬 什麼時候試襲 是說試得好呢 它怎樣跑 才是說試得好呢 其實你記得到的 當時它一課閘 是跑得1的 而這一課閘 它的跑法是怎樣呢 它是說 2-1這樣來的 2-2-1這樣來的 是吧 那就是說它擺頭離對走 這隻馬是擺頭離對走 而跑得好 那所以 想跟大家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隻馬 如果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改變跑法 它不再是用流後的跑法 它是用一個跟前的跑法 來跑的話 這隻馬 絕對是有資格跑得好的 絕對是說有機會爆的 而你又再留意 這隻這樣的桃花多 這次用哪位騎士來對劇 這次高東尼 突然之間 是放稀威心上去的 那其實高東尼 很少用稀威心的 偉大用得多 但是高東尼很少用他的 這次突然之間 用稀威心上去 那你猜他想怎樣呢 那我覺得 這次呢 他就是想改變跑法 因為知道稀威心放頭跑 其實放頭的馬是特別好的 所以他就用稀威心騎這隻桃花多 從而改變跑法來跑 看看能否能夠 一放到底彈得對手 所以我覺得今場馬這隻桃花多 如果改變跑法的話 放回前走的話 他絕對是有機會的 所以都想試一試 這隻9號的桃花多 來買 看看用稀威心 能不能夠幫高東尼 贏到馬了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第二關 我們的第二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 就是我們的三班草地A難 一千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 你看得到 其實很多匹馬 最近都是說跑得很遠 而你撇除了他們最近的一場馬之後 再看他們以前的賽職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這隻八心之威 之前是說跑得比較好一點 跑了幾個第一回來 還要這隻馬 這次是說排著靚當 和稀威心踏著偉達的組合 這隻馬 這次的條件不錯 一檔 稀威心偉達 我相信這隻馬 應該會成為 接下來的一場業滿 而且 你真的 只看表面條件 他也是一隻不錯的馬 只看表面條件的話 因為這隻馬 之前連續好幾場 跑馬地 草地 1200米 4班 3班 他都能夠認得到 所以這些馬應該會成為業滿 我相信這些馬 也是說很多人買下去的 但是 我覺得大家這次買這隻馬的時候 就是要小心 這隻馬 其實就是一隻 有傷患的馬 其實你能看到 為何最近跑的第八 第十二 就是因為這隻馬 有存名證 你看看 這隻馬 上場 是說發現了 它有存名證 有存名證 這個毛病出現了 以往也是有 這個毛病出現 所以其實 如果你仔細看 這隻馬 上場就已經有存名 就是說 之前跑得幾好 都沒用 我管你跑一百個第一 你最近存名 他這些馬 損開就損了 你不能夠保證 這隻馬 未來這一場 不損 所以 安全起見 我建議大家 不要買這些馬 當然 這隻馬 如果不損 就有機會贏了 但萬一損 損的話 你的錢 真的沒有人買的了 所以這些 雙患馬 我建議大家 不要買 贏都是這樣說 你買這些雙患馬 根本就沒有意思的 還有這隻馬 未來一場 九成會做業滿 更加不值得來對購 所以今場馬 都不會買這些馬 所以今場馬 都是說 想提醒大家 這隻馬 最近是說 有沒有病出現的 所以這些 熱門病馬 我們就不會買到的了 而今次我們會買到的馬 是哪一隻 就想選這隻 5號的藝多福 來買的 那為什麼今次 會選這隻藝多福 原因就是 因為 我覺得這隻藝多福 其實最近上季的狀態 是說不錯的 你記住他 最後那幾場 他都是說 跑第一第二回來的 除了這場馬 這場跑第十一 那為什麼 突然跑第十一呢 原因就是 因為這隻馬 當時跑泥地 泥地其實都不是說 剛好 那隻藝多福來跑的 因為你看回 基本上 沒有一次跑泥地 是跑得好的 這隻馬 都沒有什麼泥地性能 所以我覺得 上場的第十一 其實是說 可以抹掉它 而你再看回這隻馬 之前 跑第一 跑第二 這些成績 其實他是說 在沙田組的一千米四班 甚至說 跑馬的一千米的三班 都能夠有多格 那接下來這一場 他跑回跑馬的三班 一千米 我覺得挺適合他跑的 因為上場跑第二 還要對著強組 都跑第二 你看回 當時他對著這隻馬 我覺得絕對不差 他輸給 疑春輝煌 疑春輝煌 這匹馬 我覺得挺強的 你看得到 他上季都兩輪 跑這個跑位 你儲了一千米三班 兩輪 絕對不差 是一隻實力馬 贏了 魏多福 另外 魏多福贏的 都是非凡 華麗活力 勇創派對 這些馬 這些馬 其實不差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清楚 非凡這隻馬 莫雷拉 經常拿著他 來騎 在跑馬的一千米三班 甚至二班 都能夠跑得近 跑第三 第四 我覺得這隻馬 不差 有二班 成績 跑第四 另外華麗活力 這隻馬 也是 華麗活力 這隻馬 之前跑的跑馬 你儲了一千米四班 都能夠跑得一 會贏的馬 跑馬的一千米 都是厲害 之後 再數勇創派對 這隻馬 其實都不差 真的三班 都挺有料 都贏過 還要經常性 跑近 大師傅潘頓 都不斷抓著他 來騎 所以我覺得 這隻魏多福 這場馬 對著強組 都能夠跑第二 其實算是不差 接下來這場馬 對著一些 沒有之前那麼強的對手 我覺得這隻魏多福 仍然是有機會 那 再用回毛顯東 毛顯東 這個型馬拍檔 兩邊 一個第二 再用回他 來騎 看看能不能再次 一放到底 所以我們今場馬 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魏多福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 頭兩關之後 就來講回 我們的第三關 我們第三關 就會買到 這場的第五場 這場第五場 是我們的四班 草莉A蘭 12米的賽事 但今場馬上 又是有些 最近贏了 各是無傷這些馬 勇進齊心這些馬 都是說最近贏了 其實這些馬 都不差 各是無傷 上季我們都經常買到 但是我覺得他交代了 交代了 接下來這一場馬 這場馬 想再贏的決心 其實我覺得 會下降了一些 另外那些 勇進齊心也是 這隻馬 也是交代了 所以這些 近跡好 將會成為熱門的馬 今次我們都沒有買到 反而我想 駁回一隻馬 就是未交代的 而且這隻馬 是說轉倉換人的 4號的男裝家好 我覺得這隻男裝家好 這次可以來試一試 因為這隻馬 其實這次是轉倉的 你看看 他由丁冠豪的倉 轉去 新倉 去五彭治的倉 轉倉 還要換人 來騎 由何宅 而換潘頓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了 上季很多隻 由何宅 而換潘頓的馬 都能夠進得到 這次這隻馬 亦都是一隻 何宅耀換潘頓的馬 不單止換倉 還要換人 換騎師 所以我覺得 這些馬 其實鬥志十足 這些馬鬥志十足 還要再加上 你看回這隻馬 最近的時候 即是說上季的時候 何宅耀騎他 為什麼會輸呢 其實何宅耀 當時騎他的時候 輸的原因 最主要 我覺得是因為 檔問題 這隻馬 最近那場 跑第七 就是因為排軌著 烈檔 拾不檔 來跑 搞到要怎樣呢 搞到這場馬 就是蝕鬼了 其實何得搖 其實沒什麼問題 純粹說輸過檔 你看回 藍莊家好 就是這隻 四號馬匹 這場馬 因為排烈檔的關係 他被迫著流後 流到很後 之後 去到轉彎 入直路的時候 這隻馬都要西出去 搞到蝕了 最後就是 搞到衝不得好 搞到跑第七 所以說 這樣才是輸的 這隻男裝家好 是這樣才是輸的 上季都是很明顯 被你看得到的 有兩場 都是因為外檔 十一檔 十二檔的時候 跑第五 和第七 所以這隻馬是這樣輸的 但是當他排回好檔的時候 他跑成怎樣呢 排好檔 排二檔 排五檔 這隻馬就跑第二第三 而接下來的一場馬 這隻馬正正就是排著好檔 排著一檔來跑 跑回他 經常性跑的 跑馬的四斑草 1200米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是適合的 這次排好檔 這隻馬其實是要買的 還要換人 在配搭上 換人 換連馬師 今季開齋 贏馬 絕對不出奇 所以這場馬 我們會選到的馬 都選這隻四號的男裝家好 來試一試 看看真的 換潘頓上去 會不會是說 真的 即時 贏得到馬 好了 講完我們條過關 買哪三關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透柱策略 這次我們就會用回 獨贏及位置過關 三川七的方式 來買這條過關 對了 今次就是這樣買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一試這條過關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祝大家 多贏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